大家好,我是Tia 这一期呢,来分享一下我在日本留学打工的一些经验 首先呢,你要知道自己打工到底是为了些什么? 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费? 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日语能力? 或者说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你喜欢的漂亮小姐姐或者小哥哥 或者说是为了增加点自己的实践经验,然后各方面 然后明确了自己的打工理由后呢,接下来找打工起来就比较的方便了 然后呢,就是打工前你需要准备的几样东西 第一样呢,就是打工履历表 这个呢,是在日本的任何一家百元店里面都是可以买的 然后便利店好像是有的吧 我没仔细看过,因为我是在百元店买的 一张履历表上面呢,根据上面的那个要求填好自己的信息 就可以了 第二呢,就是自己的证件照 如果说你觉得现在证件照并不是很完美,并不好看的话 那尽快再拍一张,拍一套 因为来到日本后呢,有大量的资料需要提交自己的证件照 那第三呢,就是你的作品集 或者说是你的一些能证明自己能力的一些材料 这个呢,就比较的特殊了,比如说像设计类行业啊,模特啊,或者说 呃,技能类的公司啊,他们都比较需要这样子的一份证明材料 对,那最后呢,就是再留卡或者印章等一系列自己的身份硬件 那这些证件呢,是在和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呢,是需要提出的 好,那么等你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材料之后呢,就开始寻找打工的地方 那么寻找兼职呢,大概有三个途径 对,大致分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呢,是网络,对,网络,就是手机上有一款APP,也不止一款APP 但是我是在Walk,这个小猪,我就称小猪了 这个小猪的APP里面呢,是可以找日本的打工的 对,里面有非常详细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平时逛街的时候呢,多留意一下身边的走过的店的门头 因为他们会贴出招人的告示在玻璃窗啊,或者任何一个地方 对,多多留心一下 然后呢,上面的薪水啊,还有一些工作工职啊,它都会写在上面 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经过熟人介绍 比如说你的朋友已经在某一家餐厅打工了,然后那家餐厅还缺人 然后你的朋友直接过来邀请你过去 这样子的话也比较的方便,对 那如果说有朋友邀请你去某个地方打工的话 那相对于前面两种方法的话,成功也会大大提升 好,那么打工的流程已经基本上就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打工经历 对,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首先我在日本打的第一份工是拉面店 那么是在我来日本后一年后 学了日语一年后 然后在一个暑假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打工了 然后我也觉得应该要找一份工作 然后提升下自己的日语能力 所以说我当时的动机是以提升自己的日语能力为前提 然后其次是生活费 然后还有其他的原因 对,然后呢因为我比较的懒 所以说我不会去找很远的地方 比如说要坐电车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 然后每天这样来来回回 我不希望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就在自己语言学校的附近 对,不超过三站路吧 就是自行车可以骑到的地方 自行车半小时以内可以达到的地方 我都找了 然后最后在上板桥的商店街里面 有一家拉面店 对,这家拉面店 我就去试着去跟里面的店长交涉了一下 没想到非常的快 立马就收我了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他的某一个店员也是外国人 然后回国了 所以说正好缺人也就收我了 对 然后在拉面店打工的薪金是 白天的话是每小时一天块钱 然后深夜的话 从每天晚上十点钟以后 开始算的话是每个小时一千两百五十 所以说算是比较的高的 但是拉面店有一点不好 就是他的班非常的累 比如说你上到他晚班的话 就是从每天晚上八点钟开始到到凌晨三点 对到凌晨三点你没有听错 然后我的日语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在那边本身是应该要做收银、点单、洗碗 然后整理这四个事情的 最后我只做洗碗跟整理这两件事情 对其他的事情呢 店长就包容我了 就不让我做了 对当时真的是收银真的是太慢了 因为拉面店的客流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说一定要非常快非常快非常快 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在那边打工的时候呢 因为店长是有两位 一位是好店长 我是这么说的 一位是坏店长 那一位坏店长就是因为他平时对我比较严厉 他会指责我 会骂我 因为我做不好 他就会骂我 然后某一天晚上 对八点钟 因为他的另外一个伙伴不能来上班 所以说 然后我又因为是第二天要开学 所以说我也不能上晚班 但他那边非常劝人 他就邀请我过去帮他的忙 但是我跟他说我只能干到晚上的十点钟 不能再多了 然后那个坏店长就非常的急 然后他就突然对我吐下座了 对真的是吐下座 对真的是吐下座 日本人的吐下座 然后就恳求我 让我留得更晚一点 然后那天我好像帮他打到十一点还是十二点 对也就打到十二点 然后他接下来两点钟到三点钟 那一段时间还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干 这也是第一个向我磕头的日本人 哎呀怎么说呢 我心里一直非常愧疚 但是呢因为我白天是需要学习的 所以说我平时一般只能打晚上的工 那么我就要干到凌晨三点 我只干过一次达到凌晨三点 那真的是太累了 真的整个人到第二天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缓过神来 所以说我在那边只干了一个礼拜 就就辞掉了辞掉了 那那说句实话 那在拉面店打工的一个礼拜里呢 我的日语能力真的是提升的有点小快 对的 因为跟客户需要交流 因为我要把食物端过去 然后不断的练口语 然后客户点单的话 我也会尽量帮他们点单 所以说去餐饮宴打工的日语能力提升的也会比较的快一点 然后主要是你的薪金也会非常的多 你的薪水会非常的多 那么再说一下那家拉面店的味道 其实呢还不错 对不是特别的难吃 然后呢整体还可以吧 就是比较的油 然后呢拉面店基本上是包自己的员工午餐或者晚餐的 所以说你要是去那边打工的话还能省下自己每天的伙食费 所以说非常的划算 好那我的第二份工作呢就是我来到高原司之后找了一份 呃平面公司的广告那也不叫平面公司了 反正是一个搞设计的综合类公司 然后在那边搞一些地域宣传的设计类工作 哎哎哎不许咬不许咬过来 那我第二次打工的动机呢就不单纯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日语了 我想找一份跟自己以后工作有相关的兼职 所以说我在那个APP上面呢 呃选择上面就专找设计类的 然后接下来是能接受留学生的 然后呃薪水还可以的 然后我离自己也比较近的 对最后找到了就在我家旁边五分钟步行五分钟路的 一家平面设计公司 还不错 那么在那里的那么在那里的打工情况呢 在我之前的Vlog里面也有拍摄到 反正每天还可以吧 就是和上班一样 然后和日本人交流 然后学了很多 呃和日本人如何在工作上面交流的这个套路啊 那平时我跟上司传文件的时候呢 需要通过mail就是邮箱 那么发邮件的时候呢 每一个邮件的第一句话一定是 然后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对我在那边用的是自己的昵称 很多的交流礼节啊 他全部在那家公司里都慢慢的啊 学到了 然后呢又是因为和自己的专业比较吻合 所以在我考学校时候呢 也帮助到了我 对那边的经验呢 我也跟自己的教授有交谈过 然后教授也觉得嗯 这个经验啊非常的棒 然后就就成了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蛮推荐大家如果找工作的话 如果你不是非常缺钱的情况下 还是要找跟自己专业或者说和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有关的兼职 这样子的话会在你今后的进学啊 或者说找正式工作的时候会有帮助 那我的第三份兼职呢 就是在大日本印刷厂里面当摄影师助理兼搬运工 对这样子的兼职 呃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平时在读书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呃 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 真的是整个人一天到晚都坐着 呃 感觉对身体不大好 就是说特地找了一份需要体力的兼职 虽然说那家公司离我家特别特别的远 每天要花一个小时的单程去那边 但是那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氛围非常的好 因为企业非常的大 整一个大日本印刷厂占了吃雨一小半的位置了吧 那么在那边和日本的上司交流和日本的那些工人一起工作 然后了解了日本工人的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生活状态 然后发觉日本的工人并不是非常的呃怎么说呢 就是地位低吧 他们的平时生活也非常的非常的好 他们工作是工作 他们生活是生活完全是两码事 对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呃可以活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在呃自己打工的时候 然后把自己的地位放得非常低 上司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然后我也是上司说什么我就跟着他们干什么 对 那么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 因为呃现在日本呢真的是少子化非常的厉害 呃非常需要人力来呃帮他们提升自己的经济发展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日本后找一份兼职应该还算比较的方便了吧 那其次正常的情况下在日本打工留学生每周的时间是不能超过28小时的 也就是说你平分在7天中的话每天只能打4小时工 但是呢你真的是如果想赚更多的钱的话 你其实可以超市打工 那么如何超市打工呢其实我不是非常推荐 但是呢方法还是可以告诉你们的 就是呃首先你可以找一份自己正常的呃兼职 然后呢多余的时间你可以找一份类似于拉面店这样子的兼职 因为在拉面店里面他都是以呃现金支付的方式呃给你那个每个月的薪金 呃所以说他也不需要登录或者交税之类的事情 那么我在这里也帮大家算笔账 让大家知道呃如果说是正常的打工情况下 能不能维持自己的一个月的生活 那首先呢每个星期是28小时 然后每小时算你平均下来是1000的话1000日币的话 然后一个月有四周 然后就乘一个4 然后这个11万2000日币就是你如果说每个星期不缺勤的情况下呃一个月可以赚到的日币 11万2000日币那这个日那这些钱在日本能不能过生活 我可以理性的告诉你是够的 但是过的并不是非常的充裕 但是你如果光想靠打工来赚回自己的呃留学费的话 应该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如果你是正常的打工的情况下 除非你去干一些比较高级的呃打工啦对吧 比如晚上的某一些行业啊之类的 那我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呃打工尽量不要超市 因为呃既然你是留学生 那么你就要以学业为重对不对 你也不要想着靠打工能赚回很多很多钱 好那么打工大概就只有这么多了吧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有上方的订阅或者关注 那么大家如果还有哪些方面不同的情况下 也可以通过私信或者说呃加我的各种联系方式 来呃询问我或者一起来探讨探讨 帮你解决一些你的留学的问题 那我们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